宋启瑜 男三十岁山西人 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 戏剧戏曲学专业 昨天的涂雷老师 你好 各位boss团 介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我叫宋启瑜 我是一名 我来自山西 平遥 旁边的介绣 很多人对山西人 有个刻板印象 就认为山西人 吃什么的时候 都会蘸醋 我说 胡说 我们山西人 吃醋的时候 就不蘸醋 我呢 参加过奇葩说 我原来自己 以为自己是个奇葩 但是后来 我参加这个 参加完这个节目以后 我发现我还是 自己比较正常 我呢 现在呢 很多人走在所有的路上 都会在看手机 然后呢 昨天呢我们领导开会 说 今天有个规定 就是所有的人 都不去看手机 后来所有人都没有来 连领导都没有来 我领导干什么 他说在家里面抢红包呢 我呢 曾经策划过 200多场剧场的活动 还有演出 还有培训 然后每年呢 会做一个大概 3000多人的脱口秀节 我今天呢 希望做一份 节目策划 与创意相关的工作 最后我告诉大家个好消息 我的自我介绍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紧张是吧 对对 你也不应该紧张啊 你是个段子手 你这刚才背这段 没你刚才在门口 背那段溜 对对 我刚才你上台前 一直跟那儿背 背得比这熟 参加了奇葩说 对对 最好成绩是 就是他们 就是第一龙就灭灯了 还参加给我笑傲江湖 对对 然后怎么样 通过了吗 通过了通过了 但是也是没播 也是没播 模仿秀呢 自己策划的 你模仿谁 我模仿自己 曾经在北京喜剧中心上班 对对 然后是在那边做剧场经理演出 这方面的管理 跟那个李丹和池子 同台演出过 对对对 但是你没有他们更幽默 是 对他们比较厉害一些 说笑话这种事吧 这种幽默有的时候 是一种肤浅的深刻 看上去肤浅 其实那在有很多深刻的道理 是是是 那你作为一个段子手 你觉得 你最大的能力在哪方面 是写字 适合自己的段子 是最适合我的 你再给我们来两段 让我们笑笑好吗 好好的 刚才一点都没觉得好笑 你笑点高 你这样你放松一下 来点精粹 大家不要那么紧张 别过多紧张 你一说笑话 我们都捏一把汗 对对对 其实做讲脱口秀 或者是讲笑话的 最大的忌讳 就是说 我给大家讲个笑话 大家就会提高很多的紧张 我们下面就随便聊一聊 我呢 上高中的时候呢 有一次我爸很长时间 没给我打钱了 有一次我爸打过电话了 我对我爸说 爸你是不是给我打钱了 我爸说对不起打错了 就把电话给挂了 为了找工作呢 我还最近找 学了个 学了个能力 就是驾照 今天上午的时候 我去 我们教练 我们教练去拿驾照的时候 教练告诉我一句话 就是说你早晚不能开车 早上和晚上不能开车 我说教练为什么呢 教练说 你开车早晚会出事 我说没有必要吧 咱们互相不认识 你为什么骂我呢 他说 宋老师 你可别这么说 咱们驾校十个教练 你已经压死六个了 还有四个在七月的路上 我说我又没压 把驾照给我就行了嘛 他说这样子 宋老师 你先把车开走 让我从车底下出来 咱们说 再说好不好 谢谢大家 好冷啊 我觉得我应该笑一下 这是对他劳动的尊重 他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 我们要不乐 我就对不起你 我们一乐 我就对不起自己 我原来以为 我是一个特别幽默的人 后来发现我是一个 能够让大家沉默的人 但我觉得你是个 挺认真的人 虽然大家没笑 按道来说 说笑话的人 下面人没笑他挺慌的 但是他还是挺镇定 完成了他的表演 他在表现力和表演能力方面 其实是有欠缺的 可能这么多年来 他主要还是 缩在幕后去做段子 因此的话呢 他自己上台的时候 由于他的紧张 他的语速等等 让大家可能还没有听懂 他在说什么 可能笑点还不够 但后来我仔细品味呢 觉得这些 其实还是 这都是他自己设计的 还是很不错的 对 你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硕士 对 我是选戏 戏曲 然后从你过往的这些经历来看 你好像一直致力做一个段子手 是吧 对 我也是希望的 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个缺点 就是做喜剧 如果你生活 因为艺术来自于生活 但是你会发现 自己一直在做段子手的话 就会发现自己没有生活 对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所以你今天来求职 到底想做什么 我就想做一个就是创业 或者是策划相关的工作 策划 你是指策划节目呢 还是策划活动 策划节目为主 如果有活动的话也可以策划 那你要求薪资多少 就是不低于上个项目 就是10k吧 就10k 一万是吧 对 有低于限制吗 北京为主吧 但是偶尔出个差 或者是出几个月是可以接受 因为单身嘛 这个你不用介绍 你一上来我就知道你是单身 我很怀疑你来这次 这个节目的动机 就我看不出你来求职的 我感觉你又是来做秀的 你看你做了那么多节目 完了这个 到目前为止的话 一直在跟我们说段子 就是突然老师 我看不出他这个求职的这种意向啊 他就是来做个秀 所以说了好多 我们都不笑的段子 你们要是不好的话 你们也说个段子呗 那我就说一段 我工作中子啊 你说一个段子 其实很多幽默就是来源于工作 有一次我给一个病人做手术 因为我们术前呢 都要跟病人核对这个 你是左眼还是右眼 要做法了怎么办呢 我就核对 我说那个老先生 您做哪只眼啊 别人说东边那只 哈哈哈哈 来吧你正面回应一下 大家质疑你做秀的 就是我是一个人的表现有各种能力 只不过我的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现自己的能力 而不是说通过这样的节目 来表现自己的做秀的一个工作 那到目前为止你没有表现出你的能力啊 因为本时候我们说了段子很一般 你求职的话你要一万的薪资 你要有节目你想要节目策划 你得有策划的能力啊 一点都没看出来啊 我们去年策划过一个节目叫做为爱而战 那个节目是你策划的 就是我们策划和编剧 是你们还是你 就是我为主 但是还有很多人编剧一起做 统筹嘛 也很多人学手 所以他适合去文化传媒公司 他不适合到你们企业当中去 你真实的一个工作状态 其实还是接各种各样的活儿是吧 对 然后帮人做策划 这也是你最喜欢的一个工作状态 而不是说他带这家公司 只为这家公司服务 就写本子嘛 他就写本子 对吧 原来就是写本子嘛 现在就是要稳定下来一些 稍微有一个固定的会好一些 戏如人生 人生如戏 嗯 我们也看到了您的那些娱乐精神 但是我觉得整场让我们觉得像段子串烧 您还是要先从这里面跳脱出来 明白明白 您的喜剧元素我们已经体察到了 但是怎么能够和我们职场相链接 好 好吗 好的 谢谢你 我想问你以前有没有给企业做过 定制性的这种节目 因为实际上现在的企业 比方是像我们的产品 我们也谋求把产品植入到电视剧啊 或者是一些视频的节目当中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有机会的 对 那么你以前有没有有过类似的经历 或者你做的那个东西 有没有接受过赞助 然后你是怎么样为所谓的金主服务的 去年的时候给一个面膜公司啊 都托给一些素材 然后我们通过他的素材加工 然后加工了脱口秀 然后他在他的平台上播 是在对方的平台上播 对对对 现场来一个股方红糖 有女人喝的 她的广告语叫那几天喝股方红糖 对 现场来一个 给你一分钟 别别给这么长时间太长了 十秒 不要软 来开始 我觉得我们出差呢 经常要背一些东西啊 除了背 背安全用的东西 也要背 不安全时期的用的东西 安全的时候用那些东西 不安全的时候用骨发红糖 雷婷龙 雷婷龙 不不不不 从我的感觉上来讲 我觉得我改头到那个点了 因为你太了解了你才懂 比如说我们都是陌生的客户 没听过 他们两很有缘分 他到时候也许可以通过图 或者其他的方式 让大家改头到那个点 我们直接就想到的是别的产品 好吧 大家考虑一下是否留灯 好吧 来 请选择去货流 还有四点 天生我有财 谢谢 谢谢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擅长写段子的喜剧人物 他的性格评估如何呢 来 我觉得他还是偏内向 胆怯 表达呢不太清晰 这一块呢是他的一个弱点 他知道这一方面的弱点 所以呢故意呢 找一些跟人家交流的一些事来做 可能表现力呢这方面是弱了 我们刚才 我们刚才品尝到他的那种高冷的状态 第二章呢很明显的表现他在这个编剧方面 他还是有专严精神的 但艺术性不高啊 所以他研究性高 说明他愿意研究 但艺术性不高是说明不幽默 对他不能表现幽默 但是能够写出幽默 所以呢你应该知道你的强项在哪里 不要用你的弱项去表现你的强项 好 来看一下小兵的数据节目 别看宋启瑜同学在舞台上很有喜剧色彩 在生活中他可是一个严谨冷酷的人 性格就像含羞草 别人一碰就关闭自己 别以为冷酷的人没有情绪 他的心情变化起来 就像过山车忽上忽下 真是一个有意思的人类 你外冷内热的 没有没有没有 咱们两个别一起吗 刚才他们两个人这个说你的这个分析 你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我觉得特别的特别正确 你语速很快 尤其刚才你说段子的时候 有点感恩往前 语速快的人一般叫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我真的脾气急 我哐哐哐要说完 第二种情况 是我稍微缺乏一些自信 怕说不完 对我怕别人没有耐心听我讲完 所以我要哐哐哐哐赶紧往前赶 我觉得你可能在舞台上 偏于第二种 其实你是有一些内秀 心里是有东西的 是 但是呢你更偏于幕后的这种工作 舞台表现力可能稍微弱了一点 对 所以我觉得你在考虑 未来工作走向的时候 放弃一些这台前的工作 专注于幕后 这是第一 另外一个就是 人生无非就是两件事 一是选择 二是努力 选择正确的方向 然后持之以恒的去努力 好吗 扬长胜于弊短 明白明白 谢谢 我一直很认真的在听 那就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有考虑过说 比如说我看你写的这些段子呀 其实呢坦白讲就是我刚才能感受就是 听起来的话呢 其实不会很好笑 但是呢我感觉你其实很用心写 但是可能你表达出来以后 就不那么好笑 但实际段子本身还行 但大多都是小段子 就你有考虑过说 比如说转型做互联网的这种 在线的媒体 自媒体的这种传播啊 营销 线上的这种 这样一种创意活动 我就是因为做线上这方面 才过来找工作 因为线下的现在的剧场 就是我们做过一个 这样的一个就是感觉 就是在线上现在呢 就是在剧场里面 看的观众越来越少了 而且现在所有的观众都会走线上 不管是直播 还是各个电视台 都会往上面来做 我觉得一定要往线上做 如果不做线上的话 就丢失了很多的市场 微博你有吗 微博有 叫奇葩喜剧送起鱼 有多少问题 大概是 我好久都没登了 但是基本上 百度以下都可以搜到的 其实啊 你要说他的表现风格 是很适合说段子 说段子的人 首先自己是不笑的 才能表现出笑的效果 但他太缺乏自信 幽默的人非常自信 是 什么都可以化解为云淡风轻 和四两波千金 是 所以说其实你的自信太过于欠缺 别多不多说了 第二轮选择去火灵 这不是你的失败是不匹配 因为企业需要你这样的人才的 实在是岗位太少了 但是依然希望你有一颗自信的 幽默的 你是有深刻的作品 好吗 好的谢谢你啊 再见